眼下在黑龙江省加姆斯市各部门正集中机械和人力全面开展水稻插秧 从空中鸟看加姆斯附近市万亩水稻科技示范园 几台水稻插秧机正往来穿梭忙碌作业 该示范园总面积4万亩 其中核心区1万亩 在这里大型机械插秧结束后 人工采稻插秧也随即开始 将水稻种出花 种成化 每年依靠观光农业 就能吸引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游客 我们主要是让游客来 看着我们加姆斯附近的水稻是怎么生产的 我们英雇插秧是为了这个教 绿色水稻不光要插好秧 还要管理好苗 加姆斯市积极与国家高等科研院所合作 由农业 水利 气象 农机四个部门共同参与管理水田 助力农业生产向智慧化 数字化 以及规模化 集约化方向发展 那么我们老百姓从种植的方式 从种植的技术等等一些方法 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截至5月13号 加姆斯市已完成水稻插秧近200万亩 占应插秧面积的30%多 预计5月23号前后 插秧工作可全部结束 肇成4月21号前回